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在设计的时候给了非常重要的意见 这个人就是罗加伦 罗加伦当年是干过清华校长的人 二战结束之后 印度那边人家闹独立 要求从英国独立出来 经过两年的斗争 英国那边基本同意了 允许印度独立出来 这个时候我国国民政府也准备跟新成立的印度建交 于是就派罗加伦作为首任的中国驻印大使 当时罗加伦来到印度的时候 印度还没有建国成功呢 递交国书的时候都交给这个蒙巴顿群局 来到印度之后呢 罗加伦跟当时印度上层的这些领导人 关系处得也都不错 经常性的搞一些外交活动啊 宴会啊 跟这些印度领导人猝息而谈 有一次啊 罗加伦就搞了个宴会 邀请这个尼赫禄等印度高层领导人来复约 结果这几个印度领导人啊 来晚了那么一会儿 来的时候人就跟罗加伦解释说 不好意思啊 我们之前啊 在商量我们这个新国旗的方案 因为我们印度马上就要独立建国了 那建国之后得有个新国旗啊 所以啊 说着说着 时间就耽误了 这会儿新国旗图样 我们还拿来了 也请这个罗大使过过目 给我们提提意见 当时那一版印度国旗啊 跟今天的印度国旗很相似 也是橙白绿三条 只不过中间呢 是一个印度的土质纺车 为什么要用这个土质纺车呢 因为这对印度来讲意义重大 咱们知道印度有个圣雄甘地 甘地当年啊 就深感 印度要独立 得有这个经济基础 所以啊 甘地就推行了一个纺步运动 要求印度所有的妇女都去购买 或者制作这种土纺车 自己在家织土步 织出了土步之后呢 你卖了换钱 一方面自己能有收入 另一方面 印度这个国家 也会因为这个运动而富强起来 所以图纺车在印度 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因此人家把这个图纺车 放到国旗上 罗加伦看完这个国旗之后啊 就很中肯地跟印度领导人讲 你们这个图纺车确实很有意义 但是啊 说实话 咱们从实用角度讲 各国的国旗 大部分都是各种图形啊 形状的拼结 为什么 因为国旗的应用范围太广了 你不光是大城市啊 每一个村 每一个镇 你都得有国旗 而那个时候 40年代 这个印刷织布技术 又不像现在这么前进 大部分地区恐怕得手绘国旗 那样的话 你放一个仿车上去 这个仿车有很多零件 你这个复制起来是很难的 所以把一个结构很复杂的仿车的形象放到国旗上啊 似乎是不太妥 那么放什么好呢 罗家伦就建议 说你们印度历史上啊 不是有一个叫阿育王的吗 印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统一过啊 阿育王时期已经算领土最大的 所以印度人对阿育王是非常尊敬的 因此罗家伦就建议 说这个不是有个阿育王轮吗 就是一个蓝色的轮子 里面有24根浮条 这个形象简单 鲜明 易于制作 而且也有深厚的律师意义 你们莫不如啊 把这个阿育王轮放到印度国旗上 就这样 尼赫鲁等印度高层啊 也赞同罗家伦这个意见 后来在定印度国旗的时候 还真就定了阿育王轮 当然人家的印度国旗 后来人家又升华出 非常多的内涵和意义 但是这面印度国旗的制定 还真是有中国人的功劳啊